12月15号 省政协举行12届30次主席会议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夏德仁主持会并讲话 会议讨论通过了省政协12届12次常委会议 省政协12届4次会议有关事项 讨论并原则通过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 辽宁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2020年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2021年重点协商和重点视察计划草案 夏德仁强调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筹备好省政协12届4次会议 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好中共19届五中全会精神 及省委12届14次全会精神 聚焦中心任务 紧扣十四五开局起步协商议证 努力把大会开成凝聚共识 振奋人心 汇聚力量的大会 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认真修改好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会议文件 要做好人事选举相关工作 严肃汇丰汇计 确保大会风轻气正 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会议顺利举行 会议决定 省政协12届12次常委会议 于2020年12月29号至30号在沈阳召开 本台报道